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两个项目的commitor IOTDB和StreetPibes 那么实际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题目是 基于Apache IOTDB流数理框架 也是刚才说的Pibes 来我们完转工业物流网端编运营数据流转数据协同的这么一个课题 主要有五个部分内容 首先会给大家看看我们端编运营数据流转的场景和需求 然后我们来看看现在在工业现场现有解决方案的一些痛点 之后我们会介绍一下IOTDB 在端编运营数据流转这块基础上的一个眼睛之路 解决了哪些痛点 遇到哪些痛点 然后我们是怎样去思考 然后我们会给出我们基于IOTDB流数理框架的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 最后是一些畅想 我们说基于这个流数理框架 我们还有哪些更多的可能性 它的开放的样子会是怎么样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场景和需求 实际上大家刚才也看到 就是完赚工业的人肯定都知道时序数据 那么时序数据呢 其实是整个工业全面数字化和服务转移升级的一个基础 那在时序数据的分布上呢 其实我们都一直在说端编运营 那它的形态是怎么样的 端侧的话呢 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 也说到 其实是可能是一个盒子 然后盒子里面呢 它可能布的是一个数据库 但更多的情况呢 可能是一个文件 那这样的文件呢 可能要求是高性能的写入 高压缩的 高压缩笔的这个存储 以及一些简单的查询 那如果到了边侧呢 实际上我们可能就是一些边控机 厂控机 那它就是应该部署一个时序的数据库 来支持这个高效的增山海查 也提供一些简单的聚合 那到了云侧之后呢 其实就是一个时序的数据仓库 我们希望它能够与大数据这种分析的平台 能够进行无缝的衔接 来支持高效的时序处理和导入导出 如果集中到某一个场景上来说 比如说你这个封建的这个疾控场景为例 我们就可能看到这个端飞运数据流转 一个整体的样貌 这个是一幅比较精简的 在这个封建疾控场景上的一个价格图 从下到上 分别是这个设备 厂战区域和总部 这么一个资产管理的层级 然后从左到右 其实是我们说的这个安全四区 玩电网的人应该都知道 一区二区可能是一个管控比较 隔离比较要求严格的一个区域 三区四区呢 其实上可能和互联网所接隔 那么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如果说我们想从区域的服务器A1 转发到区域的服务器B 那么实际上要经过哪些操作步骤 在工业现场的话 要经过三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我要从全量的区域服务器里面 全量的抽取所有的数据 然后呢我们进行简单的数据加工 把它转换为这个JSON包装的可视 最后呢我们要跨越这个单向数据网站 送到区域服务器B 那从厂站的这个 这个厂站服务器A2到B呢 它还有别的这种操作模式 比如说我们同样的 也是要全量的去抽取所有的数据 然后呢我们可能要做一些额外的加工 把它转换为卡布卡 可以识别的这种消息模式 然后通过卡布卡的Connect 推送到一个集中的区域服务器的 一个接收卡布卡上 那进一步的从区域的服务器到总部 又有别的操作模式 数据抽取呢不再是全量的进行数据抽取 而是根据一些序列的特征 进行部分的筛选 然后呢在这个加工的部分 我们会进行一些趋势的计算 数据特征的计算 然后呢再序列化成卡布卡的安定值 同样的以卡布卡的形式 推送到这个集团的总部 最后呢在云端之间 也会有一个数据流转的过程 那具体来说的话呢 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数据提起的需求 按训练名按照时间训练 然后呢数据的传送呢 主要的难点在于 这个网络协议和端口的一些限制 因为这个云可能是私有云和公有云之间 或者说公有云和公有云之间 那其中它会有一些协议上的一些限制 这个是在极端层面进行管控 在技术层面上可能没有办法避开的 那么同样的 在我们的这个钢铁演练的场景里面 也会有类似的这种 端并运数据流转这么一个需求和场景 那么以这个钢铁演练上来说 我们正常的数据会从这个车间里面的设备 进行一个统一的生成 然后车间呢会进行一个汇聚 汇聚之后呢 会把它们转换为一个统一的JSON编码 以卡布卡的形式 打到工厂 那么所有的工厂呢 再进行一层的汇聚 然后提取出其中最有价值的那些 比如说高频震动数据 然后趋势数据 特征数据 以REST的形式 上传到这个集团的这个云平台 当然这所有的衔接过程 可能都会有一个时序数据库 在底层作为支撑 那这么多复杂的场景 我们其实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抽象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端边云如果从数据的这个角度来说 从原端的数据管理系统 可能会经过第一步就是数据抽取 可能是一个全量的 可能是一个这个按需的 按时间的 按需列的 然后呢 再经过数据加工 转换为这个趋势啊 特征啊 然后编码啊 或者说甚至是一些卡不卡的硬质格式 然后最后呢 再进行一道数据递送 那这块的话呢 可能是我们说的这个REST的协议 可能是MQTT 也可能是一些集团里面 已经有的一些大数据组件 比如说卡不卡 那这样的话呢 最终通过一个像流水线一样的形式 然后流转到这个我们的数据的这个目标平台 那从整体的视角上来看呢 我觉得这个需求其实是多变的 这个断片运输率里不过转 描述也是复杂的 往往我们在实施的时候呢 可能要一事一意 但是呢 从一个阶段性的视角 我觉得可能会产生一些突破 我们可以按阶段去 把这些东西进行分解求相 然后把它们组件化 进行零获得复用 那么这是一个影子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看在工艺线上 有哪些好玩的一些场景 针对我们这个 那我觉得第一个痛点呢 就是组件多导致了这个 一个整体架构的一个复杂性 我们这个 我们说到这个sauce的 它这个阶段 一般来说都需要去外挂一层中间件 比如说一个 一个自己写的一个数据的读取程序 然后在那边一个数据 自己写的一个数据接收程序 那这样的话就导致云维复杂 然后呢 腐用性也很差 最后呢 其实就是效率低下 因为但凡外挂中间间 一定会引入一次额外的Io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不希望的产生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往往说的解决方案 也就是刚才那种外挂的方式 没法彻底解决内核缺失 所带来的一些根本问题 那我们关键的这些业务特性 的walkaround 其实业务上也只能容忍 举起来说就是有几个问题 就说 比如说我们查询 或者说我们数据的这个监听 到底是基于一种文讯的查询 还是基于订阅推送 那如何呢 保证我们说最少一次的 预递的这种数据流转 你不能丢数据 然后我们怎么保证 在数据流转的过程中 转体实现一个高可用 然后呢 最主要的 互联网主要讲这个轻和快 那怎么能保证开箱使用 然后第三点呢 其实是下程 就我们下程到这个数据 转发的这个场景 在网络上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很多的这个信号数据 在数据流转过程中 可能不太及时 那么核心的问题呢 这里可能要先介绍一个背景 就是我们工业数据里面 一般有两倍 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我们说的那种低频的 一秒一次的这种工艺数据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信号数据 有震动传感器产生 它的这个采集频率呢 一秒可能有几千次 上万次 十万次 那平时呢 这两种数据可能是同时的 去汇聚到一个实际数据库里面 那实际数据库或者说 其他的党员 其他存储设备可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平时流转 我们正常的工艺数据的时候 都可以没问题 但是一旦写入了信号数据 那工艺数据就接不进去了 这样呢 就造成了数据的丢失 而往往工艺数据呢 就是最有价值的 它能够体现出设备的运行状态 那现场 现在一般我们看到的情况就两种 第一 就是我不要这种数据了 那第二 就是我使用U盘进行零线的拷费 我也见过使用百度网盘进行零线拷费 那这样其实是 我觉得离我们的数字化 还是有一定差距 那我们也想解决到这个问题 所以呢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 LTDB在这些年里面 端并运输与流乱多快 经历了哪些这个运行 以及我们是怎么样解决在通理 最开始的阶段 进入APA7的这个0.8的版本 那个时候呢 我们的方程官是采用了一种 独立竞程部署的形式 来进行一个数据的监听 来进行一个数据发送 来实现流转 那结束端呢 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 内置到了我们LTDB里 那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说 我们可以基于TS5 来进行一种高压烧比的传输 那时候我们考虑到这个 带端和CPU的这个资源限制 但缺点呢 我们说不支持发送端 接受到公司 然后呢 整个操作需要DBA 在这个库上直接进行 然后呢 发送端也没有高可用的措施 以及这种基于 轮运拉取的这种监听方式 往往来说 可能没有办法去适应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小负责的变化 然后我们这个重新呢 在0.14到我们的1.08 我们又设计了一套 这个新的这个同步模块 我们发送端呢 把它改为内置为LTDB 然后模块呢 直接去监听 纯粹引擎的变分 然后呢 同时提供SQL的管理方式 那接受端呢 依旧是内置在LTDB里 但是呢 支持去使用开放的API 自定义接受端实现 这样的话呢 优点就变多了 主要是体现在实质性的提高 因为内置在这个 文件发送端的这个模块 它能够主动的去监听到 文件封口的信息 不会漏 也不会多去做 iode操作 自立的这个浪费 那应用性也提升了 因为是SQL管理 突然性也增强了 因为我们在接受端 提供了开放的API 进行自定义 但是呢 总体来说还是有缺陷 比如说 我们的发送端 只支持选项数据同步 一旦用户想要筛选 一些数据 那就没法做了 那发送端也不支持 多副本分布式的形态 不支持向多个接受端 去传递数据 那传输延迟呢 由于文件的这个 传输的这个模式 由于它的延迟会比较高 那差点机制呢 其实虽然是提供了API 但是呢 实际上整个需要用户 去进行一个手工的部署 那其实相对比较麻烦 所以呢 我们在最后 我们就想 而且就是有些客户 他也会说 我要矿码咋怎么办 然后我要送卡布塔怎么办 这些问题呢 其实一直困难走 那到了我们最近 准备去正式发布的一个社区点 让我们就综合考虑的这些困难 以及用户的空点 我们呢 就是想 基于这种数据抽取 加工和第一种三阶段的方式 有没有一种比较创新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有没有文三菲斯号的 这种准备方案 我们让数据同步 或者说数据流产 成为框架中的一种实现 所以呢 就给他介绍一下我们LTTP 无数据框架 这块的这个样子 我们首先说一下LTTP流水框架的一个核心的设计理念 那面向的场景呢 我们刚才说了 除了这个数据流转 然后聚集下来 其实就是数据订阅有备份 然后流边换语物化 然后实施的高级 那我们希望他能够做到一个强大的内核 也就是说 在能够适配任意这种LTTP的 这个集训部署公式 来提供最小一次的这个消费语言 提供这个负载均衡和容错转移的能力 然后我们希望他也是开放统一的 提供Java的这个 类似于UDF的这种接口 然后我们所有的内置的这些功能实现 都是继续统一靠接口去进行 进行集成 第四呢 就是一样要提供一个 简单便捷的系统管理能力 我们希望一两行代码 就能完转这个断运运行动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LTTP的这个流处理的一个框架 流处理框架呢 其实主要是核心是架设在存储引擎 外的一个流处理单独的一个引擎 是一个进程内的 然后多线程的一个模型 然后流处理引擎呢 会管理若干的流处理任务 然后每个流处理任务呢 我们把它抽象省了三个责任务 一个是数据抽取 一个是数据处理 一个是数据迪送 也是数据发送 那么每一个阶段呢 我们都开放了别的接口 它的本质呢 就是流处理任务的本质 就变成了三种流处理插件 和它属性的一个组合 那么对于流处理框架来说呢 我们在这用户接口上 也有一些这个设计的哲学 这个其实我们仔细看 我们提供API 是提供了一种 最领厚的这个表格方式 能够允许用户 接入自己的系统 接入卡不卡 接入自己的网络协议 那提供SQL的方式 其实是简化使用者的一个成分 那是在应用性上 在下功夫 所以SQL加Jaboo 就等于表达零空心 加这个用户应用性的一个结合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所谓的这个流处理的插件 提供了API之后呢 也提供了插件的对应的管理方式 用户呢不再需要重启这个LTDB 也不需要这个 需要远程的去手工去把这个夹包 放在这个LTDB的安装目下 那直接去衡过SQL的方式 可以远端的进行这个插件的升级 插件的管理 那自然它是简化到云维的 那部署升级 这个逻辑的本质 就变成了部署升级这个插件 那服用性也得到进一步增强 我一个插件 可以在锅干的上底下进行服用 网络连接器不一样不要紧 我换一个 然后我的梳理插件 那个不一样不要紧 我们再换一个 然后进行一个合理的组合 那么流出的任务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SQL 台湾组缘上面的图书 所谓的Pipe Pipe就是流程线 然后呢我们用三个位置字句 来描述我们在三个插件的一个属性 Clend就是数据抽取 Processor就是数据的梳理 然后可能还能就数据发送 然后创建一个简单的任务呢 可以由下面的图书表升 我们只需要 如果我们想把一个任务 从一个IoTDP 又转到另一个IoTDP 我们只需要create一个Pipe 指定目标端的Post和Pot 就可以一键实现 这里也提供了一个例子 A和B之间进行一个 全量的数据定义数据倒数 在A上我们去create一个Pipe 指定考量的目标端的属性 在同时呢去开启这个Pipe 那么整个任务就得到了一个实现 刚才我们说 我们一直说这个有三个处理阶段 那这三个处理阶段呢 其实在背后里面 也有一些性能的考量 比如说我们选择一种内线式 而不是外挖式的一种服务 把它嵌入到这个IoTDP里面 其实是希望就是说减少资源的占用 虽然是提高处杂性 然后我们希望是能够用户能够在无数IoTDP的同时 也能够一键把这些能力下承到这个IoTDP本身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内线进去之后三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 直接可以构成一个流水线的一个直行模型 那每个流水线其实它都是有意义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数据抽取这个阶段的流水线 实际上呢它是玻璃的写入的关键路径 和进入我们这个流水线引擎的这个阶线 它对写入在我们实测下来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那到中间的这个数据加工阶段呢 它其实是属于一个计算密集的 它是一个CPU密集的一个任务 那最后呢我们到网络的发动前呢 它是一个Io密集的一个任务 IoCPU和这个关键路径呢 相互剥离 充分可以利用这种一步化的东西 来使用它的这个高效率的实行 然后最后呢 就是我们其实任务的模型 也比较适合去做这个资源的一个自动服用 比如说执行线程程 内存阶线程 以及这个数据的这个连接程 那么我们又有这个流出的关键之后 我们怎么样去实现这个数据流转 那么实际上我们就转化成了一个插件的实现 我们的插件呢就是三种插件 类似三种类型的插件 比如说数据抽取的插件 IoTDB Strengthed 它可以提供根据写入负载自动桥节数据抽取的 这种方式的一个努力 然后也可以安需抽取 根据时间范围 历史和实时的安卓去联名 这个Database Device 或者说彻底的云字 那么数据加工呢 我们也提供了 比如说不加工 或者说提供了这种死去的加工算法 能够让这个加工过程进行一个降采样 只把最有价值的数据传送到我们的数据底统插件上 发动数据 然后呢 我们数据底统插件呢 也做了很多的实现 比如说现在这个开源呢 就是基于IoTDB和IoTDB之间的这种联系实现 也提供了我们自己的内部系列还可以测试的 比如说画单向网杂的这么一个实现 我们在这个阶段呢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Extract 形成的一些小的细节 个人认为是比较有亮点的一些细节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 它可以自动根据写入负载 来决定数据流转的方式 我们知道数据流转一般有两种模式 要不然是基于操作级的 比如说卡布卡的Binglog 要不然呢 就是IoTDB以前呢 基于TS5这个卡布 他们各自呢 其实都有各自的这个优劣 那基于操作日子的这种数据的这种同步方式呢 它是出条目的 它的递送的这个延迟呢比较低 但是呢吞吐同样也很低 其实不太适合这个工业的地方 那基于数据的这种收取和递送方式呢 它的延迟高 但是它吞吐也高 多数情况下我们发现 没有一种递送方式能够完美解决 所有这个工业用户的这个数据流转的这个需求 那我们就去结合了一种方式的这种 又是去做了一种工业算法 出事的时候呢 我们采用一种基于操作日子的方式进行传递 如果发现产生的数据疾压 我们就立马切换了 以至于数据文件的这种方式 如果数据文件发现 它传了一个东西之后 发现这个疾压消失了 或者说这个工业负责下降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转化给 基于这种操作日子的方式 那既保证了这个分土也保证了延迟 在这中间切换 用户呢 是不需要去担心这个流量红空的一个变化 它的算法核心呢 其实主要我们说还是去感知这个数据的挤压 第一步呢 可能是去监听这个存数据的事件 那我们要去监听了这个操作日子 和进行这种文章分红的事件 随后呢 我们会对这个事件进行一个分组记录 我们要记录文件和操作之间的一个水平关系 然后呢 我们再进行 当这个事件进入到我们的流数里 这个引擎本身的时候呢 会去判断一个文件是否封口 以及它的这些对应的操作 是否已经完美的落盘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这个文件还没有封口 那说明其实 这个整个的引擎没有一个积压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基于这个操作日子 对外进行处理 如果发现文件已经封口 也就是说它的操作不是很及时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基于这种文件的方式 对外进行处理 它整个论坛典呢 其实细节有很多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原码 但是它主要解决了这个痛点 就是说单狱的数据收集传法 买以平衡这个数据传递的这种 昏土或延迟的问题 我们其实现在做了一个实验 去模拟了一个 我们在公园线上看到的一个 附在波动的这么一个场景 我们发现我们用了这种自适应的这种数据的抽取和传递算法之后呢 我们比这种纯粹的使用这种log或者说操作机的这个同步 它的这个递送的这个积压率可以下降百分之七十五 然后可以相比这个传递用文件进行这个数据抽取和递送的这种方式呢 它的整体的积压率可以下降百分之十七 效果转积下降不错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这个抽取器呢 也支持很多其他的特性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基于这个时间序列的纯粹 进行一个这个固定的匹配和收取 我们也可以指定这个历史的这个时间 来选择是否要同步历史数据 然后同步哪一个实验段的一个数据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去指定就是实施的一些这个特性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到底是基于操作机的同步 还是文件机的同步 还是两个混合的一个 OK 这就是那个我们说的数据抽取的这么一个差距 那么下面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数据传递 也就是应用在IoTDP和IoTDP 两个组结之间的一个应用传递的一个实现 那么它主要是三个特点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传入性能相当于比较高 我们使用这种多线程和Sync 就是一部的这种non-blocking的这种Io模型 考虑到了目标数据多 但我们也考虑到就是目标接收端 是多个IoTDP 或者说多个IoTDP data node的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然后也实现了这个负载均衡 同时呢 我们也考虑到了连接资源自动服用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一些客户上有发现 它其实一个IoTDP向外导数据的时候 可能会有多个目标接收端 然后这多个目标接收端呢 其实它定义的 就从逻辑上定义的是不同的 但实际上指向的是同一个IoTDP 于是呢我们提供了一种 连接资源自动服用的一个能力 用户它在一个IoTDP上 创建多个这种有处理任务 指向同一个目标端 但是呢底层就只给它看一个连接 或者一个连接限制 那最后呢 就是我们提供了这个客户端的 包含用能力 当我们这个发送请求失败的时候呢 遇到转网环境的时候呢 会进行一个快速的重置 如果重置多了之后呢 可能整个的任务会停机 但不要紧 它会自动地进行一个自动的重启 然后当我们发现 这个如果某一个连接断掉之后 我们就下线某个客户端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发现这个客户端 它又连接正常 我们会进行一个减活 然后进行一个自动的上线 这个是充分考虑的 这个IoT网络下的一个情形 那么基于我们的新的 这个IoTDP的这个流水率框架 以及我们若干的插件实现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IoTDP一战式的 端边云数据流转的架构 简单来说呢 有三个特点 第一就是数据传输协议的 这个充分支持 它采取了这种可拔插的架头 可以支持多种主流的协议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实现这个跨网站 以及将近传输 那多种传输模式呢 刚才咱们也主动商量 它现在目前既能支持 超特级的这个恒物语音 也能支持这种文件级的恒物语音 然后最后呢 当然是想强调一下 它这个插件的能力 除了我们内置了很多的这种 余制算法之外呢 也允许用户去基于这种 加法的插件 去实现类似UDF的这么一块国际 那但凡共用户有自己的需求 要对接自己的平台 就可以基于这套机制 进行一个自我的实现 这样的实现呢 其实大家想一想 就是它是内线在LTDP里面的 它没有LTDP和自己写的程序 之间的这个Io的交互 如果我们的交互物 少了一层交互物 对于端侧或者边侧应用来说 可能就少了很多的东西 那么最后呢 其实想跟大家一起探讨 或者畅想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有了这套 流处理框架之后 我们是不是还能构建出 更多有趣的应用 我们的开放数据生态系统 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可以我们逐步地去一起共建一下 那么我们先来思考一下 我们说这个流处理框架的一个本质 其实呢它的内核本质上还是一个 陷入式的分布式的 高可用的一个物理网的消息处理框架 它的计算形态呢 其实是除了这个 我们说正常的查询 这种文讯 这种拉取的方式之外 提供了另一种这种形态 它是推送式的 同时呢也是流逝的 那么它的生态可能呢 就体现出了第一 就是它的编程接口的开放性 我们自定逻辑 可以通过SQL 进行快速的装载 装载的时候呢 也可以不需要停机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整个的这个框架有多之后呢 这些实时计算 一些计算 订阅 算法训练 或者说数据备份的场景呢 都可以实现一个打通 然后最后呢 其实就是说 我们也想去实现一些 比如说像运到云上 去做一些多音流转 比如说还有一些 历史数据的定期备份 一个月定期备份一次 备份成S3 备份成这个 各种OSS的一些文件 然后呢 去做独协吩咐 实施订阅的 具体来看呢 我们可以举几个应用的例子 第一个呢就是 我们的一个 上一个客户提出的一种想法 去支持一个 DAG的一个计算流 当数据进入进来之后呢 我们通过内部的这个 刚才提到 IoTTP Extract 进行一个订阅 然后呢 进行一个实时的加工 过滤一些垃圾数据 提取一些有用价值的数据 然后呢 再写回IoTTP 写回IoTTP的同时呢 它就能备下一个 有数理论进行订阅 硬完之后呢 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计算聚合 然后再进行一个写回 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形成用户想要的 所谓的通计实现 那整个的这个计算流程呢 可以通过这个 IoTTP的这个 新的流数理框架实现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实时的数据订阅 目前呢 我们现在这个 IoTTP的流数理框架 实现的是 IoTTP到IoTTP的 一个数据的一个传递过程 但实际上呢 基于这套推送的机制 我们是很容易去实现 IoTTP到客户端的 这么一层过程的 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实现 这个加Y Ci加Go 加上Squirt CShift 这样的一个订阅客户端 它的 给用户提供一层封装 用户只需要集成 增强的IoTTP客户端 就能够得到 数据推送的这么一个能力 然后呢 就是一个实时报警 这块呢 其实在 在我们公司内部 也进行了一个实现 和一个实践 我们是想去做一个IoTTP的实时数据库的一个功能插件 然后呢 实时库最重要的就是基于这个测点 或者说基于数据点的一个告警 而且是多级告警 大家有可能了解的就知道 这种物件网的这个告警 所谓什么 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变量开关量 那么都可以基于这一套 有数据库家去做一个实现 然后呢 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数据 多运流转的这个事情 我们的一些用户呢 它其实是有私有云和公用云的两层概念 然后私有云其实是存全量数据的 那么公用云呢 实际上是存一些运营商 或者说自己的这个 自己当业主 然后设备供应商的一些数据 这些数据呢 主要是给这个设备供应商 进行一个定期的回法 或者说进行一个 辅助的监控 但是呢 又不能够 提供给这个运营商 自己这个 私有云的这些访问方式 基于安全 和各方面的考 所以 其实私有云和公用云之间 它是有一个 一个gap的 那基于IoTTP的这个 流出力 或者说我们说这个 流转的能力呢 就可以实现 在IoTTP的这个私有云 像IoTTP公用云的这个 部署上有一个数据的 一个导书 而且是可以基于这个 数据三选之后的 比如说我们在建博的时候 每个厂 每个厂家 每个供应商 有自己的一个训练物件 然后呢 各自厂家 它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公用云的一个 一个仓库 那业主呢 只需要把自己的这个数据 通过建立一个流数理 流数理任务 然后通过训练三选 给它传递到它自己的那个 这个公用云上 它就能实现一个访问 相对来说呢 更安全 然后呢就是一个 议实数据定期备份的一个能力 我们可以去创建一个 我们所谓的流数理任务 它可以是一种偏离线的 一个月呢 可能执行一次 然后呢 每次呢它会把 IoTTP一个月的这个数据 进行一个导书筛选 然后比如说导书到 OSS上 这里面呢通过传统的手段去做 通过外部的手段去做 会有一个麻烦 如果是云上 如果是多副本 它可能很难知道 IoTTP的数据分物在什么地方 但是基于这个IoTTP有数理康价这套 其实呢 是可以从引擎车这一侧 直接获取到哪些数据 是属于哪一个月 哪一些设备的 这个事情呢就变得非常简单 然后呢就是一些 读写分布的需求 这个呢也是很多的 工业客户的一个想法 就是所有的这个编册的数据 我们踩是最重要的 踩了之后存下来是更重要的 我这个止写库 部署在这个编册和云册的这个 接口证入口证 然后编册所有数据 直接导到这个止写库上 然后呢我所有的 在云册的这些监控应用 我不从这个止写库上 去进行一个读取 我们按照一些规则 比如说前缀 路径 设备 名字等等 把它分化到各个的这个 止读库上 然后呢每个止读库 服务于一个应用 随便这个应用 怎么去造作 比如说有些工业客户 他要去监测这个 高频震动数据的这个分析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需要 寄起模型去全库的 读取所有的数据 那全库读取 去扫一个 接入实时编册写入的 这么一个库呢 显然是不合适的 也经常遇到问题 那么采取这套架构之后呢 就有助于这个 客户去维护整体生产的一个 能力性 那么这就是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 感谢这个苏语荣老师的分享 各位有邀向语荣老师提问的吗 哎 您先说 那个 文件封口是什么 封口 封口吗 文件封口是吧 对 就是IoTDB是一个 LSM架构的一个结构嘛 我们先写文件的时候呢 其实上是写内存 说WAL 然后呢 当WAL写的一定程度之后 内存写的一定程度之后呢 会转为压缩比更高 对查询更友好的这个TS5 然后这个封口指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阶段 就是我听过一段时间过程 我回老海 我往TS5L进去的时候 我发现一段时间之内 TTS5L变大了 但是过了一会儿之后 它文件变小了 这个变小了是不是 您这个是直接型TS5 直接型TS5是观察到 直写TS5的那个TS5 还是落空之后还变小了 嗯 我是 我是 我是用CTS5L去 去网CTS5L 去生了自己的CTS5L 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我一直往CTS5L 没有面子 从一个CTS5L 里面 闲口度变大 我们它就变小了 就是变大了 如果我直接 再来到LTB的话 这个过程 可能再来会失败 但是我 我是 可能变小 或者再来 能够成功 您这个版本是 可能最近还修复过 这么一个类似的一个问题 就 风口 对 风口跟这个没有关系 就是加载这个事情 可能是有关系的 可以试试我们最新的 这个1.2的版本 修复了很多 关于您刚才说的 这个数据装载 就是双才不兴趣的这个问题 好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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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